好,來到第六題 第六題是應用題 看題目 題目指,現在有約剛的硬幣 有兩元和五元 總值是95 但數目是25個 現在問你兩元硬幣有幾個 這裡我們說牽涉到兩樣不同的東西 包括兩元銀和五元銀 所以其實是一個聯立的二元一次方程 我們說每一句都可以設定為一個方程 所以整個兩條方程 第一條是這樣的 總值是95 第二條方程,總數是25 做的方法就是 我們首先假設 2元有x 5元有y 然後寫出兩條方程 再用計數機 去解答案出來 但要記住 原則是這樣的 如果這條擺明是一條二元一次方程 你就需要寫清楚 解方程的步驟 即是代入或者加減 但如果它只是一條長題目的面 其中一小部分 你是剛好會用到二元一次 解完一次方程的話 你當中就不需要寫步驟 這題擺明是二元一次方程 就這樣問你 所以你要寫清楚這些步驟 好,這次要看答案 第一步當然是要切 x 和 y 寫清楚 x 和 y 代表什麼 那什麼叫做總值95 就是如果我有多少個兩元銀 乘二就是總值 例如我有10個兩元銀 那我就有20元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是成出來的 加回5元銀的總值 總值 就總共是95元 另外 只是計算幾個 x 加 y 等於25 這樣就一式二式 不論你用代入法也好 加減法也好 最後都會得出答案 最後你寫題解的時候 你只要回應這題目就可以了 別人問你兩元銀 那不用回10個 好